一向被外界勾病的桃園机场第一行下目前就在进行改善的施工工程 从8月1号开始有将近11个月就连第二行站的周边也会受到牵连 进入了交通的黑暗期 不过没想到进行改善工程的第一行下 昨天又出现了公安意外了 施工厂商不小心钻破了一楼出进大厅的天花板 而整个混凝土碎块就这样掉了下来 还因此漏雨了 非常离谱 桃園机场大厅会下雨已经不稀奇 27号下午还有混凝土碎块从天而降 地点是正在进行航下改善工程的第一行下出进大厅 施工厂商要拆除部分就有设施 没想到却把天花板挖破 幸好当时没有旅客通过 那就有点恐怖 昨天的状况应该是产商使用施工机具不但 用重型机去开挖的范围过广 会按照合约做相关的罚则 航站表示一接到通报就把事发地点围起来 并且在27号晚上八点就完成修复 不过航下外围的改善工程也正在进行 将要新建玻璃帷幕的外侧 钢筋已经固定完成 旅客就在工地旁边出入 担心会有安全疑虑 航站宣布八月一日起要封闭一航下出入进停车场 长达十一个月的时间 以免旅客推着行李冒险经过工地 改建证痛其旅客也只能配合 不过旅客更希望不只是门面改善 机场动线标示也能更清楚 而航站表示 一航下未来的报道柜台也会全面翻新 不过因为一航下的旅客目前只占使用机场旅客的三成 应该不至于产生太大影响 但为了防止施工期间又发生意外 航站也决定成立应变中心 要求各个施工单位都要派出代表值班 预防万一 记者学校郭俊玲桃园报道